据台湾联合新闻网4日报道 台国防部发布公告称 废止兵役法修正施行前补充兵及国民兵管理运用办法 这意味着台国民兵役就此成为历史 什么是国民兵役 简而言之 所谓国民兵役在台湾指的是 一难会达常备兵役标准 身体检查时应被判定 平等体位 只需要服时间较短的国民兵即可 既来源可追溯至1954年 国民党当局修订兵役法 增加军官义士官义的相细规定 其中士兵役分为常备兵役 补充兵役和国民兵役 每种兵役又分为县役和预备役 后来台兵役法经过几次修订 实际上台国防部近日正式废止国民兵役 正是台湾多年来修改兵役制度的一个自然结果 早在2000年2月2日 台兵役法就修正删除国民兵役 而到目前为止 当时服国民兵役的人员都已超过厨艺年龄 台国防部赎金认为 该一种没有继续执行的必要 国民兵役废止后只有患有身心障碍 由重大伤病等人设才可申请补充役 或替代役等门槛较高 对于废止国民兵役 岛内舆论有不同看法 有岛内谎民回忆称 以前的台湾国民兵 大多是有身份背景的少爷兵 也有人认为国民兵役的废止 其实是岛内增加征兵的一个表现 越南因身体因素而缩短 免除兵役的可能性更低 因为体格不一定会影响兵器的使用 如无人机等 但也有评论认为 这让一些人有更多特权 以前不合标准也要服兵役 现在虽然兵役标准下降 但更容易出逃兵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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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